请帮我们按个赞哦 赖清德还没有上任总统 他身边人先爆出争议 国安局特勤中心少将 前万里警卫室的主任谢静华 被媒体踢爆 酒后竟然在路边亲吻女性 更离谷的是 他是扯掉了对方的口罩去抢吻他 那么消息曝光之后呢 国安局长蔡明燕震怒下令要严查 其实他的争议不止这一桩 之前他在担任赖清德 副总统警卫室主任的时候 体测项目建走项目不合格 结果负责督导业务的上校 还要求下属帮他篡改成绩 那么谢静华是赖清德 当选副总统之后 亲自挑选出来担任他警卫室主任 先前呢在他的这个万里老家 被爆出有特勤助手 也被质疑说为什么 要让特勤来帮赖清德的儿子 看守一个违建呢 虽然难道就是因为 这个谢静华做事这么贴心 所以出这么多包 还是可以稳坐高位 有恃无恐吗 预防委员怎么看 我在国安局当过讲座 而且还有一段 还算蛮长一段时间 所以对于国安局的来源 我都不太敢 不太好意思去批评太多 不过就讲这个 我们这位将军来讲 谢静华 他只有点可惜 对他长得高大英俊 而且他的英文非常好 他又到美国去接受过训练 所以他其实在国安局是非常被重视的 一个前途是非常看好的 只是可惜到2020年的时候 就是刚刚讲的 他其实他是做测试 那是要跑3000公尺 没有过 那局长邱国正后来说 可以用5公里的舰行 舰走来代替 他就过了 可到了第二年 他这个5公里的舰走 这个体测又没有过 没有过差了 慢了2分23秒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所谓的伪造记录的问题 所以他就被起诉 就伪造文書被起诉这样 那那个时候他就被调离 这个赖清德的 他的警卫室的主任 这个位置被调离 就调回回归到这个国安局去这样子 那现在又出这件事情 就是说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尤其国安局的人员 他们担任的工作 是有他的敏感度的 非常敏感的 你看他先前就在 副总统的警卫室当主任 所以他们如果本身的行为 有问题的话 是会被严格的去检视的 因为他们接触了国家的机密 或是保护国家的重要人员 这些都是属于 很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你现在又在 而且马路上这样子 这也是有点比较大胆的一点 所以我是觉得他大概长远 不是长远 我看他在国安局 大概很难会带得下去 因为现在局长说正路要彻查 所以就变成我刚刚讲的 一波未凭一波又起 不过其实他这个主任 应该是很能干 要不然不会被挑选去当赖清德 副总统的警卫室的这样一个主任 只是说这个他跟所谓的 万里的赖家的房子 他的关系 他当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不是很清楚 那我只能说如果上面交代 一定要派这个国安能源 去保护赖清德在万里的房子的话 这个我认为谢进华 你也没有对抗的能力 也没有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这一点我倒不是说帮他开脱 因为谢进华我不认得他 我在那边当讲座的时候 他没有上过我的课 我也不知道 因为那个名单在那里 我都故意不去看那些名字 不要去记这些名字 因为这些人 有的未来都要担任很敏感的工作的 只是说 就这个事情来看 就是说他看起来 他未来在国安局是真的是 要发展是很难的 那只是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对蔡政府来讲不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你的官员们 这个重要这些官员们 他们一再的出问题 一再的出疲惹 你看2020年 一件事 2021年一件事 那现在2024年刚开始 又出现同一个人 短短的两三点之间出三件事情 那就表示说 你这个蔡政府里面用人 事人不明 然后对人员的管理 这个显然考核 显然也都是有问题的 这对民进党政府 现在来讲 蔡英文只剩下几个月 也是一波未贫一波又起 然后就我们刚刚讲的 卫护部这位王毕胜这个次长 你这样子搞下去 我认为蔡政府要下台以前 不过毕胜了 只有毕败而已